这太可爱啊 不是什么好事 你会忍不住想撸他 这撸着撸着 发现了个问题 哎呀 这额头让我撸得焦黄 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冲奶粉补偿一下 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变丑了 这怎么一脸的绝望呢 看看这是啥 别着急啊 马上就好啊 他是真的很喜欢 我给他的这个泰迪先生 可以了 来 张嘴 这怎么喝一半漏一半呢 举手 擦一下啊 你说要不擦干净 下巴是不是也焦黄了呀 对吧 这小玩意简直是太好捏了 焦黄就焦黄吧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更神奇的生物 千万别眨眼啊 哦 亮了 这大自然多神奇 他的学名呢叫纳密比亚杀手工 不是保护动物啊 可是他为啥会亮呢 是因为他的体内啊 有一种特殊的鸟飘零色素细胞 咱们人类需要一个紫白线小灯 才能看见 但他们不是 他们直接就能看见 哎 不对啊 我早晓了 哎 我突然有个灵感 你说我给他做个荧光小世界赶呀 他会不会把荧光棒当成他媳妇 他好像看见自己 哦 吓人吧 是不是亮了 哦 一共两只 一共一亩 你们说他俩会不会生出个荧光蛋 你俩啊 就好好培养感情 到时候复旦带把我来 我在左下角的真实爱经理 复过好多回了 现在开局30颗血蛋 升级成100血蛋 我直接复出绝版青龙 把其他99只一手一箭吞噬 直接进阶满集主角音 左下角还有实时更新的永久礼包 没事领一领 资源不用愁 又到起名环节了 这两口头叫啥呀 有人问他臭不臭 肯定比他味儿小了 我十天不洗澡都没他味儿大 当然啊 他本身没味儿 但架不住肠胃好 本来今天想训练这个王牌飞行员 但是孩子太小了 我怕接不住他骂我 花卷 咱标演个拿手的 来 一秒入睡 一 谁能拒绝一个 满眼都是你的密带屋呢 这条黑夜帅吧 我的 好消息是终于买到了 坏消息 过美了 事情是这样事的 这是我自己的黑夜 这是他刚来的时候 我精心养了一年 给养天亮了 亮了也就算了 胖的连皮都推不下来了呀 可是蓄力呢 没用 而且这个太阳穴 是不是也称变形的呀 水塔先生也胖 但是人家可爱呀 最起码这脂肪不长太阳穴上 他可好 我刮了称称三角形 我有车坐子了 我不是卖自行车配件的 我觉得不出半年 他可能就剩眼睛是黑的了 其实他和达姐呢 是姐妹 这怎么退个皮 能把手指都退舌了 哦 没有舌 有人性比较好而已 这个手指的卡皮 我们给他拽下来 连腿的皮都不是黑的了 给你找个男朋友吧 是巨子 给他找了个男朋友 却黑呀 就在我去接他的当天 断尾了 你是宁可断尾都不跟我回家吗 但是呢 鲍娃手工的再生尾很可爱 看 像个屁桃一样 所以呢 我会得到一个黑粉色的屁桃黑夜 主要是公的黑夜 真的太难等了 而且他又长得那么帅 行啊 无所谓 真的是黑色天鹅绒的质感 太好看了 谁能拒绝一个微笑的黑皮桃呢 这黑色和粉色搭在一起 还挺好看的 等他长出小皮桃给你们拍 比卡丘呢 最近很忙 比卡丘 想了四四起 都看不上他 第五次成功了 你别说 比卡丘挺会找的 嗯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继承 皮卡丘的大黑眼睛 你们猜王派飞行员 晚上是咋叫的 挺好了啊 学狗叫吧 我理解 那个呲呲呲呲 是什么玩意儿的 你睡不睡觉了 呸 该 花卷呢 是夜行动物 给他介绍个夜行动物的朋友吧 要不太孤独了 你们说我要养一百来只 我家是不是都不能开灯了呀 对了 忘起名呢 他长得跟水精灵一样 那身上有圆点这个呢 叫夜明珠 这只呢浪漫一些 叫闪光弹 看到了吗 他连这舌头都是荧光的 我好期待他褪皮啊 别看我有这么多的神奇小怪物 我小时候最想养的呢 就是传说中的昆 咱们用荧光起 做出夜空中最闪耀的那只昆 准备一个小房子 给他按上灯 再活浪下抵杀 你就会得到这个效果 这里边我准备养四大天王 就在这里边挑四只好看的吧 这都是我幽中选幽的呀 第一只戴盖眼罩 一看就是个狠人 第二只好好看啊 像水泥一样 那它就叫好好看 第三只这小腿啊 是鲍娃的 所以说它叫小腿 你们别以为我瞎起名了 你看这腿多有劲 蟹黄散了都不带掉的 第四只 这只好大呀 好像一个小橙子一样 那它叫很大只 这荧光斑马也都等不及了 咱们先有请四大天王啊 其实这是梦幻西游 手游的新门派 虚弥海 你别说这荧光斑马这么看 好像小萤火虫啊 我们一起看看夜晚的效果吧